接下来我们来看第72讲 强制医疗程序的具体规定 这一讲呢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强调程序 如何启动 如何申请 法院又如何审理 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对这个决定不服 又该如何救济 是上诉抗诉 还是申请复义 这些都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些重点 来 首先来看程序的启动 首先呢 这个公安 他在侦查过程中 发现这个暴力分子 他有精神病 那这个时候公安 还会继续侦查下去吗 不会 公安会撤销案件 因为这个精神病人 不承担行事责任 要撤销案件 然后公安会写出一个 强制医疗的意见书 移送给人民检察员 这是公安 他写出强制医疗的意见书 这有点像那个公诉程序里面的起诉意见书 对吧 这里叫强调意见书 移送给人民检察院 好 接下来到了检察院了 有检察院的哪个部门来负责审查呢 有检察院的补诉部门 是由补诉部门来审查 那审查如果符合条件 那就向法院申请强制医疗 但如果不符合条件 那就向公安说明理由 为什么不申请 对吧 他会在多少时间内做决定呢 会在30天内做决定 是否申请 好 那如果刚才说了满足条件 检察院就向法院申请 如果不满足条件的 那就不申请 并且向公安说明理由 如果是因为证据不够 既可以要公安去补充证据 检察院也可以自行 必要是自行的调查证据 都是可以的 好 另外大家别忘了 人民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他如果他发现公安应当启动这个程序 却没有启动这个程序 怎么监督啊 还是那句口诀 先要求说理后通知启动啊 先要求说理后通知启动 跟咱们前面选过那个立案监督 是非常相似的 对吧 好 然后呢 请大家注意啊 是由检察院向法院去申请 申请主体是人民检察院 向哪个法院呢 向基层人民法院啊 这个强制医疗程序呢 是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 对吧 好 这是检察院申请啊 申请主体是检察院 当然大家别忘了 法院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啊 在审理一个刑事案件中 发现那个被告人可能有精神病 那如果经过鉴定是有精神病的 那法院是可以主动决定做出强制医疗决定的 李同学说老师 你不是说法院不告不理吗 怎么这回又能主动做强调决定呢 同学们我前面讲过法院不能主动给他定罪 因为不告不理 法院不能主动没受违法所得 因为不告不理 但是法院可以主动强调啊 因为强制医疗是对他有利的呀 所以就算你没有申请 我在审判中发现他有精神病 我可以判决他不负刑事责任的同时啊 法院是可以主动决定给他强制医疗 说白了 我法院可以主动给他治病 是对他有利的 所以法院可以主动 听到没有 但是要判刑就不能主动 要没受违法所得就不能主动啊 好 同学们 看着这张PPT 请告诉我 在本案中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 什么主体 是强疗程序的启动主体 请问 这个曾经考过的啊 问你下面四个选项 哪些属于强制医疗的启动主体 法院可不可以 可以 刚才说了 法院审理中发现有精神病 法院可以主动 可以 检察院可以吗 可以 检察院可以向法院申请 可以 那公安呢 同学们 当时考试的时候 公安是不要选的 不要选公安 为什么 因为公安它只是 移送这个强调意见书 移送给检察院 到底要不要启动这个程序 是检察院向法院去申请 才能启动 所以真正能启动的 只有两个 一个是法院 一个是检察院 大家听到了没有 公安机关 它只是写了一个意见书 移送给了检察院 真正启动的是检察院 当然法院 可以在审理中 主动做这个决定啊 就两个启动主体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法院怎么审啊 法院怎么审呢 首先这个法院的管辖 注意它的级别 是基层法院 同学们还记得吗 我们这个特别程序里面 只有两个 在中院的 哪两个 我们说威恐无死 莫缺席嘛 莫收违法所得 和缺席审判 而且缺席审判 只有那个逃进外的 缺席审判 才在中院审 对吧 咱们这个强制医疗程序呢 是在基层法院啊 注意基层法院 它的级别 是基层法院 好 当然了 它的地域 是哪个地方 是那个暴力行为 所在地的基层法院 或者是那个被申请人 那个精神病人 居住地的基层法院啊 这是地域啊 但是中院还是掌握它的级别 是在基层 然后呢 审判组织是何一庭 哎 同学们请注意啊 何一庭中可不可以出现陪审员啊 可以吗 地方一一审可以陪 这些问题都一通百通啊 你记住老师一句话 地方一一审可以陪 我不管你是普通程序的一审 还是特别程序的一审 甚至你检疫程序的一审啊 我们说都可以出现陪审员的啊 好 然后呢法院在审理中一定要重点注意的是四个权力保障条款 请大家一定要背下四个应当 同学们大家想一下在强制医疗程序里面有哪四个必须保障的条款 第一请记住必须通知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 或者其他合适的那个近亲属到场啊 注意这第一个必须好 因为他是精神病人吧 对吧 所以需要法代到场第二个必须呢 就是必须要有诉讼代理人 有同学老师 这个精神病人怎么不是这个辩护人 怎么是代理人呢 因为他是精神病人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 所以他不需要辩护 他需要代理人 如果他没有委托代理人的 请注意必须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 来强制法律援助代理 但不是强制辩护啊 这个程序中是没有辩护人的 是强制法律援助代理 这第二个必须 第三个呢必须得会见被申请人 你得会一会这个精神病人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第四个必须得听被害人 和他的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这四个必须请给我背下来 来再说一遍 一分钟 必须通知精神病人的法代到场 第二 必须有诉讼代理人 否则就要强制法律援助 第三 必须会见会一会这个被申请人 这个精神病人 第四必须得听被害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好 这个一定要背下来啊 然后呢 审理的方式到底要不要开庭呢 原则上是要开庭的 但是如果啊 这个被申请人 他的法定代理人 请求不开庭 法院同意的 也有可能不开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特别程序还是比较特别的啊 咱们前面那个普通程序的医生 都是要开庭的吗 都要开庭吗 但是你看上一讲那个莫属违法所得 原则上不开 原则上不开 除非厉害关系人申请参数 才应当开 咱们这一讲 强制医疗呢 原则上开庭 除非申请不开庭 然后呢 法院同意 可以不开庭啊 好 最后审理期限的是一个月内 做出决定 来 同学们把那个决定给我圈起来 大家回忆一下 刚才上一讲 我们那个莫属违法所得程序 法院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裁定 还记得吧 刚才那个裁定不满意 还可以上诉抗诉 是不是 但今天啊 这个强制医疗程序 法院做出来的是决定 大家前面学过的 决定做出就生效 不能上诉 不能抗 对吧 但是决定实在不符呢 可以什么 负义 来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法院如果审理这个强制医疗 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检察院向法院申请强制医疗 同学们先记住一个结论 只要你检察院向法院申请强制医疗 法院按强疗程序来审理的话 法院一定是做决定 记住啊 一定是做决定 好 做什么样的决定呢 无外乎就这么三种可能 第一种 满足强疗条件 那就决定强制医疗嘛 但记住啊 是做强制医疗的决定 第二 如果不满足强疗条件嘛 那就做出驳回申请的决定嘛 你看 法院做的都是决定 第三种 就是如果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话 同学们 就算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能直接追究刑责吗 不能的 法院是不告不理的 你检察院只是申请强制医疗 你没有提起公诉 所以法院不能直接判断他有罪的 那只能一码归一码 那既然需要追责 那我就驳回强调申请 然后我退回检察院 该走公诉 走公诉 同学们 通过刚才这个讲解 大家发现了没有 如果检察院向法院申请强制医疗 那就是一个强制医疗程序 法院做的结论 只能是两个字 决定 同学们记得了吗 决定无外乎这么几种 满足条件 做强调决定 不满足条件 做驳回决定 如果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那也只能驳回强调申请的决定 然后退回给检察院 走公诉 同学们 记住我的口诀 申请强调 做决定 决定不服 可复一 检察院如果监督 对这个决定要监督 只能提出纠正意见 来 注意这么几个关键词 申请强调 法院审 审完以后 只能做决定 申请强调 法院做决定 决定不服 刚才说的决定是不能上诉 不能抗诉的 那只能复一 如果检察院监督 也是不能抗诉的 决定就不服 那检察院只能提出纠正意见 提出纠正意见 好 同学们 这是检察院申请强调的 审理结果 以及救济方式 来 请看下一张PPT 请问 那如果检察院 是向法院提起公诉呢 同学们注意审题啊 如果提起公诉 那就是前面学过的公诉程序嘛 那法院对检察院提起的公诉 就要做什么 判决嘛 判决我们前面学过 无外乎就三种判决 判有罪 还是判无罪 还是判不负刑事责任 对吧 就这么三种判决嘛 判有罪 判无罪 判无责 是不是 好 那同学们请注意 如果提起公诉 法院认为 他不负刑事责任 那就判 不负刑事责任 判决之后 别忘了啊 如果确实需要强制医疗的话 法院是可以主动决定强制医疗的 所以法院同时可以做一个强调的决定 也就是判决的同时 可以做出一个强制医疗的决定 好 这第一种可能 他确实不负刑事责任 而且还满足强调条件 那就先判决嘛 判无责嘛 然后再做强调决定嘛 那如果他只是不用负责任 但是也不需要强调呢 那判完就完了嘛 那就直接判无责或者无罪嘛 对吧 如果确实没有罪或者没有责 那就判无罪和无责嘛 但是呢 那就不用做出强调的处理了嘛 他不满足强调条件 就不用做出强调的处理嘛 好 那如果他有罪呢 有罪那就判有罪嘛 该咋判咋判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个公诉程序 有起诉就有裁判嘛 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来 通过刚才的讲解 请大家帮我总结一个小口诀 请问 如果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指控这个被告人有罪 请问法院会做什么 做判决嘛 提起公诉 做判决 你看 公诉程序做的是判决 判决不服 那就可以上诉嘛 除了被害人以外的所有当事人 和法代都可以上诉嘛 对不对 还有呢 检察院监督 那就提抗诉嘛 对这个判决不满意 那就提抗诉嘛 同学们 大家听懂了没有 关于这两组口诀呢 同学们 千万不要搞混了啊 来 我们重新再顺一遍 请问 如果检察院向法院申请强制医疗程序 申请强调 法院审理之后 做什么 做决定 强调决定 或者驳回申请的决定 对吧 或者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先做驳回的决定 然后再退回检察院 强调做决定 决定不服 人不服 就是负义 不能上诉啊 检察院不服呢 就是提出纠正意见 不能抗诉啊 因为是决定 来 另一组口诀 请问 如果下次检察院是向法院提起公诉 提起公诉 那法院就要做什么 判决嘛 判有罪 判无罪 判无责 对吧 好判决 那判决不服 人不服 那就是上诉嘛 除了被害人以外的所有当事人都能上诉 对吧 如果检察院不服呢 检察院不服判决 那就是抗诉嘛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啊 那我再举个极端的例子 同学们 那如果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现在法院的经过审判 认为啊 这个被指控的这个被告人啊 他有精神病 他不承担责任 于是法院先判决 无责 判决不负行事责任 然后法院发现这个精神病人还需要治疗 又同时做了一个强制医疗的决定 同学们注意了啊 这个时候法院做了一个无责的判决 同时做了一个强调的决定 那你就要审题了 你就要看 检察院是对哪个结果不满意 如果是对那个无责的判决不满意 对判决 那就提抗诉 如果是对那个强调的决定不满意 那对强调的决定 就是提出纠正意见 大家听懂了吗 好 如果是那个被告人本人啊 对那个无责的判决不满意 那就是上诉 如果对是强调的决定不满意 那他就是负义 所以一定要审题 看看是针对判决不服 还是针对决定不服 好 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关于强制医疗决定的救济方式 同学们请看这个标题 对强制医疗决定的救济方式 既然是决定嘛 前面我们不是学过吗 决定做出就生效 不能上诉 不能抗 那你不服怎么办 那就只能复议 注意啊 只能复议 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同学们 复议是人不服 还是检察院不服 是人不服 哪些人啊 可能是被强调的人 或者是被害人 以及他的法定代理人 或者是近亲属 这些人不服 是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同学们 那我多问一句 如果是检察院不服呢 检察院不服这个决定 那就是提出纠正意见 对吧 好 另外请注意啊 复议 虽然是向上一级法院复议 但这个复议 是不会触发二审的 它不向上诉抗诉 上诉抗诉是要触发二审的 对吧 那你这个复议呢 也是复议到上一级法院 那上一级法院 该怎么处理呢 同学们注意啊 你只能说上一级法院 你不能说二审法院啊 因为这个案件没有引发二审 因为它是复议嘛 没有触发二审 对吧 只是向上一级法院复议 那上一级法院认为 这个强调决定没有错 那就驳回复议申请 维持原来的决定 如果认为这个决定错了 那就撤销原来的决定 如果认为程序违法了 那就撤销原来决定 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好 这是上一级法院啊 针对这个复议的相关的处理结论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一个小时牛刀啊 来加深一下印象啊 法院受立叶某 涉嫌故意杀害郭某案 同学们 故意杀人 算不算暴力行为啊 算 发现他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 经过鉴定 他属于不负行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好 暴力 无责 有危险 那就属于强调的条件啊 法院审理后呢 判决宣告叶某 不负行事责任 好 法院先做了一个判决 因为这是个公诉案件嘛 所以这个提起公诉 要先判嘛 判无责的同时呢 发现他有精神病 需要强制医疗 所以同时做了一个强烈的决定 所以同学们要审题啊 你要看清楚 是对这个判决不满意 还是对这个决定不满意 哎 这个救济途径和方法 可是不一样的啊 好 关于此案的救济程序 下列哪一选项是错误的 A 对叶某强制医疗的决定 看清楚 是对决定不满意 那检察院可以提纠正意见 没错啊 决定检察院的监督 是提纠正意见 如果是对那个判决不满意 那检察院就要去抗诉 对吧 学相B 叶某的法定代理人 可以向上一期法院申请复议 你看人不服这个决定啊 那就是申请复议 没错 学相C 叶某对强制医疗决定 说可以向上一期法院提出上诉 同学们决定不服 怎么可能上诉呢 决定不服 只能申请复议 所以C是错的 C是错的 下次考试啊 如果是那个对那个不负行事责任的 那个判决不服 同学们请注意啊 如果是判决不服 那这个叶某他不满意 那就可以上诉啊 好 学相D 郭某的近亲属 可以向上一期法院申请复议 对 这些人不服 是可以向上一期法院申请复议的 所以这道题啊 错误的就选答案C 好 同学们 解决这样的问题 其实就回归到刚才向老师带你背的那两组口诀 来 我们再背一遍 你最好给我乖乖的把口诀写在旁边的空白处啊 记住 下次做题 一定要审题 看看检察院向法院触发的是一个什么程序 如果是一个公诉程序 提起公诉 那法院做的是判决 判决人不满意 判决不服 是上诉 除了病害人以外的当事人和法代都可以上诉 检察院不满意 那就提出抗诉 这是提起公诉的案子 做判决 判决不服 可以上诉 检察监督 用的是抗诉 好 那如果下次检察院向法院申请强制医疗 申请强制医疗 审理之后呢 法院做的是决定 决定不服 人不服 用的是负义 检察院不服 用的是提出纠正意见 这两组口诀 可考性太强了 所以翻来覆去 带你背诵啊 都是我心目中的钻石考点 好 下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强制医疗决定的执行 这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啊 这个法院做出这个强调决定之后 五天内将文书啊 送达给公安机关 将这个决定书啊 送达给公安机关 由公安将这个被强疗的人 将这个精神病人交付强制医疗 好 这是强疗决定的执行 了解即可啊 当然呢 在交付执行前 如果他有现实的危险性 那么在交付强疗前啊 公安可以采取 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同学们注意啊 做题的时候 能不能把这个临时性的保护约束措施 把它写成强制措施啊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啊 强制措施 强制措施啊 那是专门针对犯罪协议人 被告人的 现在他不是犯罪协议人 被告人 他只是个精神病人 所以不能叫强制措施 只能叫保护性约束措施啊 临时先控制他 怕他发生现实的危险啊 好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强制医疗的解除 哎同学们 我问你一个常识啊 请问强制医疗要解除 经过治疗啊 他恢复正常了 请问是法院决定解除 还是精神病院决定解除 大家想一下 有同学说精神病院受了算 同学们注意啊 谁决定进去的 谁决定出来 当初是法院决定给他强调的呀 所以要想从精神病院走出来 也得法院来决定解除啊 能听懂吗 谁决定进去的 谁决定出来 只不过呢 精神病院啊 他认为他精神正常了 经过评估没有危险了 那这个精神病院会提出建议啊 建议法院来解除 你比如说啊 这个法外狂徒罗小祥啊 经过一段治疗之后呢 好像挺正常的啊 院长给他问了几个问题呢 问他 罗小祥 你出院之后 你想干什么呀 小祥说 我想出去放火烧了精神病院 非常不正常 是吧 继续治疗啊 一般来说进去的人很难出来的 因为你很难证明你没有精神病对吧 下次啊 治疗几个月之后啊 这个罗小祥的精神变得非常的平静了啊 院长问他 出去之后想干什么 他说 我想好好工作 好好工作为了什么 他说我想好好挣钱 挣钱想干什么 他说我要买房子 买房子干什么 他说我要娶老婆 娶老婆干什么 他说生很多孩子 生孩子干什么 他说让孩子们去烧精神病院 同学们你看 彻底出不去了 是吧 所以呢 要经过诊断评估 没有危险性的 才能够建议法院去解除 好 这是精神病院来建议 当然了 这个被强制治疗的这个主体啊 他也可以自己申请解除嘛 经过一段治疗啊 他可以申请解除 但是呢 请大家注意啊 如果这个申请被驳回之后 需要在治疗六个月之后 再申请的 法院才应当受理 大家听懂了没有 一个疗程六个月啊 就是你的申请解除被驳回之后啊 要再治疗六个月之后 你再申请法院才应当受理 记住一个疗程六个月啊 好 但是注意啊 不是一进去就要治六个月 是你的申请被驳回来之后 就你第二天就可以申请 但是只要被驳回之后 就六个月之后 才能再申请啊 好 这是强疗的解除问题 好 呃 最后呢 刚才说了 不管是精神病院建议解除 还是申请解除 都是法院来决定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强制医疗决定的监督 刚才其实早就背过了嘛 对强制医疗的决定要监督 就不可能提抗诉了嘛 因为是决定 对吧 决定做出就生效了嘛 那检查院监督的方法就是 提出纠正意见嘛 提出纠正意见啊 收到这个决定书之后 二十天内 检察院向法院提出书面的纠正意见 还是刚才那个口诀背过的嘛 我们说申请强调 法院做决定 决定不符 人不符 用复义 检查院不符 用什么 提出纠正意见 就是这个考点嘛 好 同学们 这个强调的相关程序 我们就说完了 来通过一道题来结束本账的内容啊 犯的协议人罗某 涉嫌故意杀人 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故意杀人 这算是暴力行为吧 在侦查中呢 侦查人员发现 罗某行为异常 经过鉴定 他属于不负行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需要对他强制医疗 关于法院审理强制医疗议案 下列哪些不符合法律规定 A 由审判员和陪审员三人组成 何一庭 我们说了 无论是强制医疗程序 还是缺席审判程序 还是墨数运法所的程序 都是何一庭 何一庭呢 我们说了地方一一省可以陪 所以这个A是对的 写项B 鉴于罗某自愿放弃委托代理人 法院只通知了他的法贷到场 同学们 这个委托代理人是不能放弃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四个必须 还记得吧 四个必须 必须有诉讼代理人 否则法院就要通知法院机构 给他强制法律援助的代理 一定得有代理人 好 所以这个B错在前半句 选项C 法院认为 罗某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 依法对罗某做出了强制医疗的裁定 刚才说了 申请强疗做决定 强制医疗做的是决定 好 选项D 本案被害人不服 法院对罗某强制医疗的裁定 刚才说了是决定 决定不服就不是上诉 也不是请求抗诉 而是复议 决定不服可复议 所以这道题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那就选答案BCD 好 同学们 这个强调程序内容讲完了 别着急 每一张都有一分钟总结代背 来把书放下 我们这一张学过的重点是什么呢 第一先背一个口诀 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强制医疗啊 记住三要件 暴力 无责 有危险 然后这个桥料程序怎么走到法院去的 是公安写一个强疗意见书 移送到检查院的补促部门 审查 符合条件 检查院向法院去申请强制医疗 找哪个法院呢 基层法院 然后呢这个法院也是合议庭审理 可以出现陪审员 对吧 原则上是开庭的 但是法代请求不开庭 法院可以决定啊 同意的话是可以不开庭的 然后呢 重点注意的是法院审理的结局 记住 法院审理强制医疗啊 做的是决定 可以是同意强调的决定 可以是不同意强调的驳回决定 对吧 就算要追究刑责 也不能直接判他的刑责 因为强制医疗是没有指控犯罪的 所以不能主动判他有罪 只能够驳回他的决定 然后呢 再退回给检察院 做公诉程序 记住口诀 申请强调做决定 决定不符 可复义 检查监督 提意见 提纠正意见 这是强调程序中的处理结果 以及救济和监督方式 一定要背下来 这太重要了 同学们 好 来再来一遍 如果检察院向法院提起的是公诉 提起公诉 法院做的结局是判决 判有罪 判无罪 判无则 做的是判决 那判决不符 可以上诉 除了被害人以外 所有当事人和法贷 都有独立上诉权 对吧 检察院监督这个判决 用的是什么 抗诉 这就是这一章的精华所在 好 同学们 休息一分钟 我们进入最后一章的内容 我们终于看到希望了 同学们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要结束了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